然後那時候我最嚇到的是 我的血管退化到六十幾歲 就是隨時會心肌梗塞死掉的那種 然後醫生是看到我的報告是直接說 你怎麼還活著的那種 是隨時隨地有可能心肌梗塞走掉的那種程度 就血管變得非常窄 然後血管病很薄 隨時可能會血管爆掉還是什麼的 沒有欸 沒有欸 然後怎麼 要講什麼 沒有欸 我想說就是 我就是只講事實 不需要特別的知會他們什麼 又不是要講美髮什麼事情 蛤 我不知道 那時候確實是扛不住一些輿論壓力 那時候確實是扛不住一些輿論壓力 以前比較 因為以前是可能自己心理狀態也沒有那麼健康 現在已經就是很很健康了 所以很能夠面對這些狀況 我好像比較大的痛苦在書寫過程裡面 我可能因為我書寫的關係 所以其實我沒有太 follow 社群媒體 所以我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 我比較多 活在自己 書裡面世界的那個黑暗裡面 已經管不了忘記發生什麼事了 沒有 不知道翻書 其實我真的不知道 因為它是我的高中學姐 這個書推薦人是出版社找的 不是我自己找的 所以我的扁桃線算是蠻大的 就是比一般人更大 然後再加上後來是 因為它一直反覆的發炎吧 影響我的工作狀態 再加上它已經是外觀上看得出來的 兩個凸凸的 就是很像青蛙這樣 所以那時候就變得 不得不動手術把它拿掉 因為就是全方面的影響 我不確定是不是拿掉扁桃線帶給我 比如說我對煙味對氣味變得很敏感 以前可能至少有兩個東西拿來的 可是現在只要一聞到 就是會嗆喉的 我會馬上就一直咳一直咳 你知道嗎 就是聞到煙味我就一直咳嗽 然後油煙啊 比如說像那種燒烤 我通常吃完一次燒烤要咳兩天那種 以前都不會這樣子 有最嚴重的時候最印象深刻的是我被 就是因為會有自律神經會有診斷的儀器 他們會有個儀器去診斷你 然後那時候我最嚇到的是 我的血管退化到六十幾歲 就是隨時會心肌梗塞死掉的那種 然後醫生是看到我的報告是直接說 你怎麼還活著的那種 我的血管已經退化到六十幾歲了 因為最差就是七級 七級就是七十幾歲的人 我那時候已經六十幾歲了 就是隨時隨地有可能心肌梗塞走掉的那種程度 就血管變得非常窄 然後血管壁很薄 隨時可能會血管爆掉 嗨 大家好 我是舞痛 謝忻乃哥 我是許乃琳 我是台灣上司歐巴桑 鄧美鳳 我是蔡康永 哈囉大家好 我是小A4 我們是浩角翔起 祝福三立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在這裡要叫三立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在這邊要祝三立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福三立新聞網十周年生日快樂 祝三立新闻网十岁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祝你生日快乐 祝三立新闻网十周年了 好快哦 生日快乐 锁定我们娱乐新闻APP 更多的剑歌就在这里